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真相 什么是谎言 在台湾选举里头 比如说有一些事情 你往往在投票的时候你搞不清楚它的真相是什么 而最近美国选举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台湾有一次有一个地方的市长选举 在那一天选举活动都结束了 突然由这个市长竞选总干事 说某某人会选抓到了 就讲他的对手 结果造成在高雄市长那次的选举中 双方只差一千多票 但是后来司法的判决里头呢 那一千多票本身就是赢了 为什么 因为虽然他们说那句话说某某人会选抓到的这句话 不是正确的话 可是他当时是由总干事说的 不是候选人说的 所以是他的竞选阵营 而候选人本人并不在那场记者会里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因为那个时候总干事他觉得他得到的讯息 他相信是真的 所以他并没有刻意的散播谎言 所以好了 到了第二天 因为这句话 他是在半夜11点开记者招待会的 我们的选举网民法规定 所有的选举活动要十年结束 然后你不可以再进行任何的宣传 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回归到民主政治里头 让选民冷静下来 然后让选民有一定程度的可能的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 当然我们知道在民主政治投票里头就非常非常的难 但是整个选霸法的规定里头是加入了这一条 就是希望至少选举活动前一天晚上十点结束 然后过来让选民回到冷静 可是如果给你的事实本身跟选举无关 他很可能就是某个会选就到了 那这个新闻要不要报导 当时台湾的媒体选择是全部SNG全部的报道 然后呢可是很多媒体在第二天决定要回归到选举网民法 就是对于这件事情 既然昨天晚上SNG完 但是应该要让老百姓好好地去理性判断 有一家媒体 他接到了某个党党主席的电话 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是被他询问的人 他问我说他们双方的民调差距是不是很大 那因为是老朋友说是啊 我突然听到他说某某党主席打电话给我了 然后后来我就看到他的电视台 就一直跑马一直跑马跑马 就把这个新闻在下午一点钟一直跑马到 下午四点投票结束的时候 所以选举之前突然爆发一件事情出来 你没有办法事实查核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你大量的报道的时刻 它一定会影响选举的结果 美国过去呢在2016年的时候吃到了社群媒体的亏 而且发现这里头跟俄罗斯骇客有关系 所以这次大选里头呢 美国的FBI CIA或者是各方面的国家安全部门 整体文官就是动起来想办法不让骇客各种新闻 来影响美国的总统大选 那当然我不认为Facebook会在全世界都进行这么有责任的审查 可是在美国那到底是他的国家 他们是要做这件事情的 最近首先来看 骇客不同的国家 他骇客的对象不一样 像伊朗也有骇客 伊朗骇客专门攻击川普阵营 然后最新的消息是FBI 逮到了非常多的骇客专门攻击拜登阵营 所以台湾有一大群人以为说 中共希望周拜登当选 其实是台湾这些人希望川普当选了 所以就把中共说成跟他不同阵营 事实上我早就看过非常多的报道 中共的骇客攻击的都是周拜登的阵营 然后普丁呢 普丁就是俄罗斯的骇客也是攻击周拜登的阵营 他们喜欢的是川普 而这一次美国在选前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是由纽约邮报 纽约邮报呢在上个礼拜三美东的时间 刊登了一个front page头条的新闻 这个新闻呢是拜登的儿子 Hunter Hunter Biden 据说据说因为这是还没有经过考证的 没有经过任何事实查核的 据说他的笔记型电脑的硬碟 他的硬碟怎么会被拿走 这年头他们说是因为他的笔记型电脑送去维修 那拜登阵营根本说这是假的 捏造的 栽赃的 那现在大家需要试试查核 所以他的硬碟被拷下来 这是一个说法 而提供这个电邮跟相关资讯的最核心的人物是谁呢 是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他也是美国91事件的时候的纽约市的市长 那纽约邮报刊登这个消息的时候 没有记者数目 所以就引起了美国媒体界 纽约时报啦 Washington Post 你可能说他是左派或自由派报纸 但是这些报纸认为就是说 你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么靠近选举 这么大的一个新闻 你其实不是一个记者或是两个记者 你一定要组一个调查团队 然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掌握的消息 像纽约时报 他们在查川普的税务记录的时候是三个记者 调查了好几位 共同挂名 然后署名呢 他们怎么样 一块一块的 然后出示证据 他如何找到了川普的税务记录 哪几年缴税 哪几年没有缴税 这个 他的所有的数字都摊开来很清楚 那像Bob Woodward更不要讲了 这样一个资深地位这么高的一位 美国过去呢 从水门案件到现在为止 可能地位最高的 新闻记者的作者级的人呢 他是根本就有录音党的 他是有川普他访问他的录音党 他每件事情都有档案 都有录音党等等 然后他才去撰写他的书籍 他认为纽约邮报这个新闻太爆炸性 那里头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主要的内容谈的就是 Joe Biden 拜登在担任副总统任内的时候 他见了一个在乌克兰里头前任 俄罗斯的一位前任的总统 还有那个能源公司里头的重要成员 都是透过他的儿子Hunter Biden 而Hunter Biden从这家公司 能源公司里头拿到了非常多的钱 所以这件事情lock him up 川普说要把拜登跟他们全家 还有他的儿子一家人 familylock them up 关起来他们是叛国 那还是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 那我今天要谈的就是说 美国怎么处理在总共大选之前 这样子的爆炸性的新闻 在美国的新闻界里头 第一件事情他们就是要求 而且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 各种不同的回溯 就是要求说 你怎么会没有记者署名 而且要求什么 就是你怎么可以根据 朱利安尼提出这个消息 你就去刊登 你自己都没有做太多的实时查核 他把硬碟交给你看吗 然后你拿这个硬碟 去经过其他的科技专家实质的考证 他不是骇客不是造假的 他是真正的 是Hunter Biden的硬碟吗 他里头有一些其他的资料显示出来 他真的是私人的硬碟 而且那几个email 并不是骇客给塞进去的 你做了这些东西足够的调查吗 他们现在要求 New York Post交出 纽约邮报交出相关的资料出来 否则这些媒体拒绝刊登类似的新闻 他不会跟着报 那我们台湾是没有这种新闻道德的 我们台湾呢 大幅都报道这件事情 对选举民影响 就开始已经讨论起来了 美国的Facebook跟Twitter 就直接上面打记号 打完记号之后呢 美国的参议员是共和党控制的 就是你们这三家的CEO 从Google Facebook到Twitter 你们打记号 或者你把这个新闻block出来 都不准人家转发 因为他们说这样会影响选举 因为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事实真相是什么 他是骇客 还是川普阵营自己制造的 还是真正他就是事实 如果是事实他们就会放弃 当然Twitter后来被攻击了以后 他的CEO是有道歉 可是我认为这种商业平台的新闻媒体 他们本身呢 在商业行为里头 他们就会不希望支持川普的人 就退出推特嘛 整体来讲呢 就是美国的这次的社群媒体 是比四年前负责任很多 但是美国的参议员 就要把这三个家公司的CEO 就调到参议员来 要听证调查 美国还有一个机构叫FCC FCC是什么 就很像台湾的NCC 为什么很像台湾NCC 因为我告诉各位 台湾的NCC呢 是当时一群天真的立法委员 包括像李清安 已经推出政坛 李永平一群人 他们就写的 他们写这个法律的时候呢 成立NCC这个组织的时候 就是超美国的FCC 那为什么会去超美国的FCC呢 因为台湾有一大群川普学者 他们就想象台湾会有 独立的专家学者 你觉得台湾有多少人是 会有独立的不看执政党脸色的人 而他们是由执政党总统 或是新政党所提名的 然后呢立法院通过之后 他们会独立的行使他们的职权 这个是真的对台湾的 某些专家学者的骨气 有点高估了 所以我们很多委员会 没有委员会做到独立公正 有些人可能想独立公正一点点 可是他未必真的了解事情 为什么 因为像NCC也好 或者像FCC这种机构 他其实是不可以太过分的 来管一些内容 或者干涉太多的事情 那我们NCC管的太多 但他们管的那么多事情里头 其实要跟他有实物经验有关系 那他没有实物经验 他们就是传播学者嘛 那所以呢像我自己 虽然并不真正的负责一家电视台 可是因为在圈子里头久了 我随便看哪几家电视 看下面的跑马 在看他们的新闻就知道 哪些叫制入性行销 哪些不叫制入性行销 可是他们无法判断 他完全没有能够判断 他是制入性行销的 他抓不到 他不是制入性行销的 他会乱抓 为什么没有实物经验啊 因为他就是研究理论 那在研究理论里头大事很了不起 那我虽然也不是说他们一定有什么品格上好的错误 就纯粹一个人没有算过钞票 没有人没有经过银行 你就在学了一个经济学 你有办法真的就领导一家银行吗 这都是问题 那我们当时台湾就一群很天真的立委 他们以为 我们的新闻局 本身是政府部门 这个政府部门呢 是由刑事院长任命的 所以就会变成爪牙 因此 为了不要让这个新闻局 控制整个很多的媒体 所以就成立了NCC 而当时抄的法力就是美国的FCC 那当时主要是发生了 TVBS有一个枪械造假的社会新闻 那大家就觉得他们想要关掉TVBS 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新的机构设计 然后就有了NCC 那抄的就是美国的FCC 美国FCC是不会管内容 跟台湾的NCC是不一样的 但美国FCC居然这一次也说 他要来调查推特 他要来调查Facebook 他要了解他们凭什么block这个新闻 所以你知道吗 当民主政治某一个地方一垮掉的时候 他那个垮掉的速度是很快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川普他出了问题 他出的问题你可以很爱他了 他出的问题是什么 他没有谨守美国作为一个总统 职权里头应该要有的宪政管理 要截止自己的权利 他没有 接着变成白宫的医生 发推文说戴口罩不一定有用 大家就觉得说你在讲什么 所以当他讲说川普他身上 已经检测出来他的新闻病毒都是阴性 到时候他讲话我不要信 所以你就看到就是从川普这个地方向金字塔 然后接着他旁边的 接着他旁边的到FCC就开始管起了这件事情 不过New Post呢 这个新闻这个新闻呢 在下个礼拜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发展 在这个礼拜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事实 一个一个被披露出来 披露出来的可能 并不完全是到底 Joe Biden 他的儿子Hunter 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这些事情 因为目前 所根据的各种调查 包括参议院众议院的调查里头 没有这场见面会议 目前看到的资料是 Joe Biden 根本没有见前任的乌克兰副总统 没有这个meeting arrangements 那是不是他被隐藏起来了 被掩盖起来了 将来会有更多的investigation 因为选战会有更多的调查 因为选战是 现在是这么激烈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我对于这件事情呢 我们的文庆人世界周报 我就选择上礼拜 我用口头的告诉大家 我希望等到这件事情 他的事实查核更加的清楚 我们才来报道 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学习的 民主政治的一个态度 因为太多人已经了解 我就让你措手不及 然后就丢个原子弹一样 然后呢你就因此在选情里头 他足以翻转很多状况 尤其现在这个情况呢 是川普在落后 共和党的选情呢 很desperate 就是很沮丧的时刻 然后提供资料的呢 又只是 又是不是什么 美国的深喉咙 美国的哪些吹哨者 不是的 提供新闻的 提供消息的主要的来源 是川普个人的私人律师 Giuliani 然后他在前一个阶段 跟川普有关的 很多争议的事情里头 他扮演角色 所以他这个时候 一定是在帮他竞选 那人们问他说 你为什么交给纽约邮报 纽约邮报是谁 就是梅多的报纸 梅多是谁呢 梅多是澳洲人 然后后来去了英国 英国的狗仔 很多报纸都是由他来主导 他的报纸有好的有坏的 而在美国呢 Fox Channel就是他的 福斯新闻网 Nio Post的 都是他的 他是 台湾苹果日报 创办人黎智英的偶像 他是完全狗仔队 这个很重要的 在英文世界以后的媒体的发明者 然后他也注意到 说美国都是这个CNN 都是一面倒的 那我就是抓住 共和党的某一群观众 然后来看这个我的电视台 他就很懂得这个市场的某些区隔 但懂得并不表示 你对这个新闻媒体 一定是有所谓的贡献了 这个由大家去公评 公众的评论 那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他有曾经告诉别人说 他认为这次的选举呢 川普应该会落选 应该是拜登会当选 那为人Juliani说 你为什么交给New York Post 他说因为只有他们 在这个情况里头 会敢登这个消息 其实不是敢不敢 因为美国没有人登的消息 在台湾里头就是什么 你会被抽银根 美国不是这种社会 美国总统 川普再恶劣 也不会做这种事 台湾总统是会做这种事情 在以前 那美国的总统呢 是不会做这种事情 川普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 所以敢不敢的差别在哪里 这是美国选举里头 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地方 就是总统跟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辩论 副总统两位候选人在辩论的时候呢 所有的媒体 连美联社 不要讲说是什么 纽约时报 CN等等 连美联社这种通讯社 都他们一边辩论 一边做事实查核 比如说 周拜登 他就骂川普 说川普 你是唯一美国历史上里头 在你任内 失业率升高的一个候选人 那美联社的立合法车的时候 他讲的是错的 在1929年到1932年的时候 当时美国总统胡佛任内 他的失业率是升高的 所以呢 他讲的话是错的 所以他也攻击周拜登 那川普讲的某些事情 说 周拜登 你们民主党 所有你们统治的州 都是在你们那里发生了暴动 那美联社会说 没有 共和党的州呢 也发生过很多暴动 那所以事实查核里头 我记得美联社总共 列出了十条 川普加周拜登 不识的言论 错误的言论 两条是周拜登的 八条是川普的 那等到副总统辩论的时候 照常都有所谓的事实查核 那一样的全部都一样样出来 那如果说最近的选举的情况来讲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是美国的测试 就几个部分 我们看 共和党还在做最后的一波 那这个最后一波 就是丢到New Times New Post 抱歉 就是纽约邮报的这个报道 共和党做最后的赌博 那可是美国呢 社群媒体 跟美国的其他的大多数的媒体 没有争相报道 那到底到未来15天之内 这件事情有没有能力 事实查核清楚 那那些媒体的态度就是说 我要等到事实查核清楚 我才要报道 那到底这件事情 对选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它已经有了第一个影响 就是告诉很多老百姓 将来即使是川普阵营有爆炸性的新闻 除非它有记者署名 因为人们也会要求相同的标准嘛 那除非它调查非常久 除非它给的证据够清楚 否则也不要相信 这变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民主的一场惯例 另外呢 大家觉得说那好了 那选举的结果会是什么 我先告诉大家 川普在当年他会出来竞选 因为有一个人看上了他 他也被称为叫川普的测试 事实上是川普的知音叫做Bannon 那Bannon前任也出了事情 Bannon呢最近他发了一个文 他发推文 他说这场选举一定有争议 就11月3号的选举一定有争议 一定会打到Supreme Corps 一定会打到大法官会议 在美国范围叫Supreme Corps 我们台湾都翻最高法院 就是到大法官那个层级 所以由大法官来做决定 那虽然美国的宪法呢 规定明年1月20号 总统一定要就职 那大法官会议就要赶快地做出相关的解释 不太可能会做出选举无效的解释 可是一定会有争议 这个Bannon已经讲了 再下一句话 你们以为川普输掉了 他就会不见了吗 2024年他会再回来竞选 这个Bannon就是连发了两个推文 那所以呢对于这次的选举结果呢 我觉得结果不重要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预测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一次最重要的是 人们对于一些选举的新闻 要求你提供更清楚的证据 而社群媒体愿意扮演更清楚的角色 纽约邮报也被各个newstrom 对很多的不同的媒体都被质疑说 你这个消息从什么地方来 那媒体本身彼此的质疑 给老百姓的就是一个比较多的事实 让人们去了解说 到底我要相信哪一方 到底我要不要完全得到他相关的一个答案 那当然如果最后证实 Joe Biden 这个所有的email 很多都是事实的话 那对Joe Biden 就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因为他某程度来说 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 那如果最后他也被爆出来说 原来你们这些人 就都是如此的话 那原来那些共和党选民 如果开始转向因为新冠病毒 而想要不投川普 或是去投川普的人 不投川普 而去投拜登的这些人 很可能会改回来 那到时候到了很多关键州 又可能会改变 所以未来15天里头 这个消息本身到底会怎么被处理 在美国2016年他就不管了 他就Facebook就一直传出去了 那Facebook很像直销公司 比如说我们文献世界之报 是97块98万粉丝 那我们的人每个人 只要有100个人的followers 100个追踪者 你想想97或者98万 乘100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Facebook就很像这种直销公司 他等于是用成的 你知道吗 他用成的 那推文也是如此 所以他推出去就是那种 堆雪性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也是这一次 这两大社群媒体了解 太高清学学 他们必须扮演个角色 那所以他们相当的小心 那当然川普就认为说 这些大型的社群媒体 科技公司最下室不友善的 但无论如何呢 未来这一段时间里头 不管事实结果是什么 我觉得社群媒体在这一次的 美国总统大选里头 他们比起四年前 愿意负起更清楚的责任 而美国的媒体呢 也不会像我们台湾的媒体 他也很清楚的要求 纽约邮报交出来 你更清楚的证据在哪里 我才要展示你的内容 你不能因为是Julian 给你资料 然后你就给我报导一个 没有真正完全署名的一篇报导 然后你要自己很清楚的 这么大的一个放在 你总部级要出来负责 你相关的所有的撰写的人要负责 你调查的人要负责 这个部分你其实是要写清楚的 然后呢你写清楚 然后大家才应该来相信这件事情 也就是对于民主政治里头 什么叫做真正的真相这件事情 在我们谈到后真相时代 这样的一个选举政治来说 我觉得这次的美国大选 是比四年前进步的 而美国的FBI呢 也开始抓骇客 不让外国势力 我管你是攻击伊朗来的 骇客攻击川普 还是中国来的骇客去攻击 周拜登 还是普丁来的去攻击周拜登 还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去攻击川普的 或者就是所有的外国势力的骇客呢 骇客不是说你去留言 骇客是你根本就是用 根本用假造的消息呢 然后就进到人家的网站 乱写一些东西啊 他对于这些东西呢 整个美国的FBI 在这次是防堵的 远比四年前来的有准备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他是比四年前的选举是进步了很多 那当然他也是经过四年前 惨痛的教训 在那个之前 美国人是认为Facebook呢 脸书啦 或是类似的社群媒体呢 是人人都平等的 是美国所提供给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民主的实验 而这个民主的实验呢 他推翻了阿拉伯很多个独裁的国家 虽然他后来看到了难民 他也不讲话 OK 然后他觉得呢 他创造了很多很厉害的一些群众运动 然后他也取代了传统的媒体 直到2016年 他的总统大选 他们才发现不对劲 这些社群媒体 总是你付钱 管理消息真假 就可以制定 你们完全不用负新闻媒体的任何责任 然后呢 你自己呢 只收钱 那在那一刻呢 美国才开始真的意识到Facebook的问题 可是其实早在那个之前 法国的一大堆学者 跟很多研究社群媒体的人 早就已经指出来说 社群媒体 如果没有一定的自我节制 他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媒体怪兽 然后他会摧毁掉民主政治 因为他完全欠缺了一个传统媒体 应该有的 事实查核 那台湾的情况是什么 台湾更奇怪了 台湾的传统媒体 本身自己就像社群媒体 然后还整天要去超社群媒体 还每天都起来看网络哪些媒体的 社群媒体的 社群媒体有时候的点阅率高 然后就 自己去超人家的新闻 所以台湾可能是被称为叫做 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地方 可能也可能是 新闻自由抄袭度最高的一个地方 OK 你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说法 不谈台湾 但是我们从美国的经验里头 可以看得到 虽然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后真相的时代 但是你真的是无能为力吗 其实美国自己的Facebook 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头 他就知道他要善进一定的角色 那在总统大选前他特别的注意 那美国的FBI 就是也不让外国的骇客 不会像2016年发生克里姆尼公 到底有没有介入美国的总统大选这些事情 通俄门存不存在 冲突的这么多 事实上当时俄罗斯的骇客 是大举的影响了美国的选举 而且他们制作的YouTube 他们制作的很多在Facebook里头的一些看法 都因为付钱而制定而广为宣传 所以通俄门查的不是俄罗斯有没有影响美国大选 而是到底俄罗斯来干预美国大选这件事情 有没有跟川普阵营串通 那通俄门后来就不了了之 因为找不到任何川普阵营跟他们真正传通的证据 只知道说川普的儿子跟他们见了一面 跟他们的女律师见了一面 可是不能证实这些女律师是跟克里姆林公 是跟普丁有关系的 所以通俄门这件事情是不了了之 但是通俄门里头有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克里姆林公影响了那次的美国大选 那这一次呢 他们作为一个自己很骄傲的一个国家 他们就不让外国势力透过他们的骇客 来影响他的大选 所以这次FBI就挡得很好 但也从他挡的过程披露的消息里头 我们就看到说谁喜欢谁 在台湾有个大误会 以为说中国共产党喜欢Joe Biden 因为川普每天骂中共 其实我也不太了解 但我大概猜得到是什么原因 中共呢更不喜欢Joe Biden当选 因为他觉得川普呢 会使得美国的国际的形象是下滑的 而且川普会在全世界都开关税战 川普代表的是美国国家民族主义的崛起 所以虽然他有所谓的印太战略 那Joe Biden上台就不会吗 他恐怕不只是印太战略 他还加大联盟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可能针对中国的科技冷战 他会联合所有欧盟的国家 那为了要联合所有的欧盟国家 他会重新的把Allies就是盟友建立起来 所以北约组织会回去 Climate Change气候协议 巴黎气候协议会回去 WTO也会回去 联合国也会回去 他的目的不是说 我美国又要去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他最重要的就是 我可以联合欧盟这些国家 而且他们是掌握关键技术的国家 全部合起来帮助中国 所以对中国来讲 他现在和华盛顿之间 最大的交战战场在哪里 在DC吗 不是 在北京吗 不是 在清华大学吗 不是 在上海吗 不是 在深圳的创新中心吗 不是 是在他的千人计划吗 不是 是在美国的Boston吗 不是 我告诉你在哪里 大家的答案都知道 他就在欧洲 尤其几个国家 第一个叫德国玻璃 第二个是荷兰 这几个重要的国家里头 他们都掌握了一些 未来科技冷战里头最关键的技术 而他们掌握的关键技术跟设备 如果他们也加入了美国 防堵华为5G 接着再加入所有跟半导体的所有的Bager 一样一样通通都加入的话 那这场科技冷战 美国就会赢 所以我可以想象 为什么中共 他听到川普把他们骂的那么难听 他宁可 而且叫China virus China virus 他宁可去支持 或者说宁可让川普当选 因为川普本身就会使美国在国际的软实力下滑 因为他形象不是让人这么喜欢 最近一个调查里头 在国际形象里头 美国因为川普而大幅下滑 他的很多人对他的敬佩程度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刚刚交出他第三季的GDP 那我觉得有些事情 大家各自看法不一样 像纽约时报我就不同意 他说即使在现在coronavirus的中国 还是展现了比美国更强的经济成长率 中国的经济成长是这种 他又不是向你美国这种成熟的经济 美国这种成熟的经济 如果成长率是3%就不得了了 中国现在交出了这4.9% 那你怎么会说这个是很棒的经济成长率呢 我觉得纽约时报本身撰写这个新闻的人 是不够了解中国的经济 那可是呢你知道在今天交出4.9%的时候 中国自己的华尔街见闻就说 中国的第三季的经济表现不如预期 这个才是对的 就是像中国这种新兴经济体 它本来就是应该经济成长率很高 因为它还有很大的空间这样 那它本身的4.9%就不会符合中国 所需要的一个稳定经济 而且它是跟上一季 上一季是中国最惨的情况 在上一季更惨 所以大家本来以为说这次应该是很高的一个提升 何况它经过了前面说不断的鼓励 国内消费如何如何 尤其中国的外贸是大幅成长 所以本来以为说外贸大幅成长 那你国内的消费也控制 你的新冠病毒控制的还不错 所以呢应该经济成长率要比4.9%好一点 结果交出来就是4.9%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 就是即使现在中国的外贸大幅成长 对美国因为Thanksgiving 因为Christmas快要到了 它大幅的成长 可是中国经济本身是出了大问题 它还是无以为继 它国内的消费根本不足以支撑它的经济 它的外贸已经出口成长了 可是它国内经济是不足以支撑的 所以我们看到同样一个新闻里头 纽约时报是这样报道 华尔街建文是这样报道 而我是同意华尔街建文的报道 其实中国的经济 这次是有被打下去的 那对中国来说它要突破这个困境的话呢 它需要第一件事情就是欧洲中立 那欧盟的中立 人生欧盟那几个关键的科技间断的国家 一定要中立 如果这几个国家也加入美国的阵营 它们就完了 它就得靠自己 靠自己那时间要多长 那拉很长的时间 这困境就会很大 所以它一定最重要的战场就是在欧盟 然后就特别是欧盟里头 那几个简单科技国家 像德国 荷兰 丹麦 这几个国家 还有包括法国等等 那如果这几个国家加入了美国联盟 它就没有办法发展 所以这两个人比较上来讲 它宁可那个嘴巴天天骂它的 您要一个美国的嘴巴天天骂你的 叫China virus 听说很讨厌 还是实质上 真正可以摧毁你的人 所以 很多人因为川普呢 一直骂China virus喜欢他 然后呢 美国最近 只要中共军机来 美国就派军队来 就派一定的这个 舰队或是军机来 大家觉得川普好 川普好 所以台湾变成在所有的调查里头 全欧洲 全欧洲 没有一个国家 老百姓喜欢川普的超过拜登 而且那个比例都 比如说这么高的 假设我们用数字 这么高的数字是拜登 然后川普就是这么一点点 全亚洲呢 即使是香港 支持拜登的都超过支持川普 香港是中共在这一波 整个抗争里头最激烈的 而且是某程度 他最感受到北京对他 整个压迫的地方 他都还支持拜登 超过川普 台湾是亚洲国家里头 最支持川普的 四成多 支持拜登的三成多 唯一的一个国家 那别人说是因为两岸威胁 我说人家中英边界也在抗争 那中国跟印度在边界抗争 而是实质的军队 这样打了打去 还丢什么东西 还死了一些人 那应该印度 大幅度的是支持 反川普才对吧 支持反拜登 应该支持川普才对 而不是支持拜登 印度也不是 台湾是唯一的亚洲国家 支持川普四成多 支持拜登三成多 唯一的一个国家 这个现象 他们说是什么原因 我做了一些解释 那解释呢不好听 不好听的话就不说了 不说第二次 我一个解释就是说 我们可能对于台湾意识的强烈度 远远超过我们对民主政治的信仰 这句话大家好好深思 不同意的人 你可以骂 但是这就是我的看法 其实我们的民主政治 甚至不是老百姓奋斗来 是少数当年的 已经被你们遗忘的 当年的党外 而且如今被你们看成 不重要的 失去权力了 遭老头 被你们看成是 那一群人 他们牺牲他们的青春 甚至他们的家庭 甚至他们是家破人亡 他们换来的 台湾多数的人是苟且的 台湾多数的人是偷生的 台湾多数的人是沉默的 台湾多数的人在民主政治的过程当中 是逃亡的 所以我们的民主 刚好碰上了 蒋经国要走了 然后开放了政治 刚好只有少数人的抗争 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得到了民主 他们也要台湾意识 可是他并不了解 民主的珍贵 民主的价值 所以他并不觉得 今天穿不住这些事情 有什么不对 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 因为我只在乎我的台湾意识 人家香港人没有他的香港意识吗 印度人没有他的印度意识吗 为什么台湾是亚洲的例外 那你可以支持川普 你支持川普的原因 可能是跟他的减碎政策 他的经济表现 他某些政策有关系 可以 可是呢 如果你是以为 他是反中国的 然后他比拜登反中 那我就认为 你可能太天真了 谢谢你收看 今天文倩的世界日报 让我们来播一首音乐 让大家心情平和一下 不管你支持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